跟著周美里里長前往淳美幼岸河濱公園 河堤牆壁上彩繪了色彩豐富的 華龍舟藝術創作 就是邱里長的創意 我们祖先在这里是华龙船 有做这样子 每一年的端午节有做这样的活动 因为先名就对了 对 我们以前的名字叫周伟庄 周伟庄就包括现在的周美里和行善里 那我们周美里叫做丁河上谷 行善里呢 现在的行善里叫下谷 所以有两条龙船 那他们前辈们就会在这个基隆河练习 华龙船 有组这个华龙船队 对 就是上谷队跟下谷队 对 要比赛 对 很有趣的 对 如果选 那个他们竞争非常的激烈哦 到前面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龙船目前是放在我们的活动广场 因为它本来在放在这个陈美桥下 曾经有一次水患哦 流走哦 被冲走 然后我们几个邻居哦 然后用绳子把它拉回来 然后暂时就放在陈美桥下 那我上任之后呢 就争取把这个龙船呢 放到我们的活动广场 让孩子们 勇士都可以知道 这个华龙船是我们的传统的文化 传承下来的 现在还在华吗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因为现在基隆河的那个水深哦 不够 水深不够 不不 没办法划龙船的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座 有两座 看到有个行赛 行赛 行赛就是现在的行赛 他们是下 古东的古 然后周美呢 是上 周美 上 而为了进一步方便周美里的长者 与行动不便的居民 能到河滨公园休闲运动 里长积极争取到 一千两百万师座题内电梯 与题外协颇道 不止如此 更争取到两千六百万 在河滨公园增设儿童游乐区 预计下半年完工 在我的右边 这个就是电梯的框架 在今年呢 会把它完成 为什么要争取这个电梯呢 这个右边呢 就是我们的基隆河 右岸河滨公园 但是呢 很多长辈 他没办法爬这个楼梯 去使用我们这么棒的一个空间 所以呢 里长呢 就在一百零九年 市政座谈会呢 向市长 请求 为长者来争取 做这座电梯 那我们这里的民众 能够有机会到河滨公园 去使用 这么好的一个空间 而且欣赏我们的河井 包括题外呢 因为题外不能做机电设施 所以我们争取做斜坡道 让娃娃车轮椅 以及这个脚踏车 能够使用这个斜坡道 下去到河滨公园 那这个自行车道 现在做得非常的完善 欢迎各位市民朋友 踊跃的来使用 那这个电梯 今年会把它完成 今年会完成 大概预计五六月可以把它完成 这个我要特别感谢的是 台北市议员 陈益州陈益元 一路一直争取 所以我们从108年 就一直在会堪 需要选一个适合的点 来坐这个电梯 方便我们市民使用 从这里到松山非常的近 所以就是欢迎市民呢 能够利用这个电梯 然后过了这个长寿桥 过了这个长寿桥呢 到对岸是玉城里 玉城里我们的黄冲氏黄里长 他也争取了一座电梯 所以都现在同时 两边同时在坐 所以呢今年盖好的话呢 我们两边的市民 都可以很方便来使用 这边到去坐 去松山搭监狱就更方便了 希望呢一方面而减轻 陈美桥的一个交通流量 让这个市民朋友 多利用这一座电梯 这两座电梯来往松山和内湖 尤其这边我们左边这边 往内科的科技公司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交通上是一直是 周梅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包括整个内湖 这交通是很大的问题 我想呢 很多地方这个东环县 可能还要九年十年才能完成 但是是不是我们利用小建设 局部局部来改善 整个交通的这个措施 让市民朋友能够更完善的 对外的交通能更多的一个连结 我想这是里长小小的一个建议 也感谢市长在这个经费上的帮忙 所以这座电梯 这座电梯包括外面的鞋坡套 体外的鞋坡套 这个总经费是一千两百万 我们现场来到这个位置是陈美桥下 这个地方是基隆河右岸河滨公园 右岸河滨公园这边目前正在施工的是 儿童游乐设施 这个总经费呢 大概是要耗费两千六百万 这里我要特别特别感谢我们 台北市政府所有的单位 尤其是水利处帮忙规划 因为在这个这么大一片的社区里头 整个儿童游乐设施是缺乏的 整个社区里头几乎都是交通 非常频繁的一个地区 所以孩子们很需要的就是儿童游乐设施 目前这个儿童游乐设施占地是七百坪 和我们右边的长寿桥的电梯连结 未来方便所有的市民利用这个电梯呢 上来然后题外呢是做斜坡道 还有个楼梯 那未来呢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坐电梯上来到河滨公园 来使用各个体建设施 长辈们有准备了体建设施 接着就是小朋友的儿童游乐设施 和服全家通通可以在这个空间 来做活动 里长上任后也大力改造成美桥下的空间 吸引许多民众到此运动 我上任的就是邀请了社会局警察局 然后来讨论怎么样做这里的治安的一个改善 让市民朋友有机会到我们这个右岸 来使用这个空间 各位看到这个鸽网 为什么会有这个网子 就是因为很多鸽子会在这里住宿 然后这个分泌物啊就掉在这个地上 然后民众没办法来这里使用 所以我就跟公务局争取 请他们做一个这个鸟网 让这边让民众可以尽量的来使用 对 现在你们看到的是很多民众 包括冬天的时候这里风很大 让市民和朋友们可以尽量来使用这个空间 所以我们也做了这个帆布 然后白天早上就有很多民众来这里使用 晚上也有 晚上跳舞的啦 还有年轻朋友在这里聚集的 晚上也非常的多 在前面看到那个直排轮 原先就是上面的桥上的水掉下来 整个平面全部都是水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全部都修补过了 整个桥 桥墩的通通都修补过了 让小朋友我们每个礼拜六有 周美里有个直排轮班 很多小朋友包括各区的信义区松山区的小朋友 很多都来使用 很好啊 空气好 空气好 人家说空气好 空气好 整个空气很好 很干净啊 很好啊 对啊 多人在表演 对啊 很多人都会来这边跳舞 那时候疫情的时候 好多人在这边 很多来运动 因为这边打得很好 有那个 你们知道吗 他们坐的时候我都是来监工 礼拜天坐我都是来监工 真的喔 林董 林董 请过来 那边跳舞还不错 不错啊 排舞啊 还有运动啊 不错啦 不错 那你们从哪边来的 我们那个劳合区 从劳合区来 对啊 但是我们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 林董市长 对 像里内我们有弱势的家庭 需要帮忙的 林董市长就会伸出援手 让里长带着他的赞助金 去帮助一些弱势的家庭 董市长你也常来这边运动吗 常来走一圈 就是运动 现在年纪大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里长是太热心 我说所有我看到的里长 我们这个最热心 真的没话讲 24小时为我们里面服务 真的非常感谢他 现在各位看到这个河畔步道 是我前两年争取的 从长寿桥这一段 从长寿桥下来 到这个土地公庙 整条河畔 现在呢 很多市民来使用 尤其这个我们装了这个景观的椅子 方便很多家庭啊 到河岸啊 来赏河景 看鸟类啦 或者是来这里野餐 非常棒 这边我现在几乎天天都来 我是在这边 我在这边买的房子 就住在这个龟塔馆的周美里 那 对啊 没有我是在内湖五旗 那我每次都走到这边来 这边的好处就是他刚才 我在这边正好听到你们在访问他 那这个地方的整治活动 尤其这一边 让人觉得特别亲切 我 我们都看过花海 刚才我不知道你们提到哪里的花海 但是我觉得像这样子是最实惠 而且对这边的里民 对这边的市民 这里是最好的安排 有做出这样的贡献的人 一定要给他点赞 谢谢 里长上任后一步一脚印 争取各项建设 他相当感谢周美里里民的一路支持 与市府团队的大力协助 他也将继续透过创意与努力 期盼将周美里 营造成美丽又幸福的家园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这是对护霉 我们下期再见